你好,早上好,很高兴见到你,感谢你购买我的课程,心理网球知名武器 好吧,废话不多说,我马上自我介绍 我是菲利波乔伊叶罗 我不是心理教练,我是一名网球教练,除了教授运动技巧外 还通过我的方法,心理网球,教授心理方面的内容 这里是可以在亚马逊上找到的书籍 因此,我之前提到过,我是在先培训师 因为我也提供个人在线课程 帮助人们将心理网球内化到他们的打球方式中 然后,我还是一名现场教练 因为我会监督你是否能够讲这个方法辅助时间 谁在教授心理网球 针对希望使用该方法教授自己球员的球员、教练 以及心理教练 我会马上告诉你,我的沟通方式很简单 我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不是科学的 也不是心理学的,更不是心理治疗的 我对这门学科的学习方法是 理论上自我学习 时间上自我训练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讲是你自己 一旦我想你解释了工具、原则和技巧 你就需要在自己身上努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将会产生进化 因为我会让你接触到一些 你可能已经知道或可能 从未接触过的资源 而你需要在自己身上努力以达到结果 这将确保一旦你走上球场 你会有所不同 你会更有效率 你的表现会更出色 事实上,心理网球的产生正是为了提高 表现很好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想告诉你 我将使用简单移动的语言 挂合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 以确保这个课程能够传达给尽可能多的人 我会阅读我的书 给你讲述一些方面和特点 但最重要的是 我会尝试讲述我的故事 并努力将我所读的内容进行清净化 一边你能够尽可能的理解 并尽快掌握 好的 我想我已经告诉你关于介绍的所有内容 现在我们开始课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